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要介紹的這款遊戲叫做鐵刃勇士 他應該是一款格鬥遊戲 應該是格鬥闖狂遊戲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玩看這款遊戲吧 現在他的風格看起來還美式風格 哇這開頭三千好漂亮喔 達米安 這簡訊發了 神聖為什麼要合聲音其實最暢 暴亂平定都交給我拔大使 所以我這角色是 哇 這角色長得有點像Snape 他是這樣的感覺玩法 是我打的嗎 點哪裡啊 中間 中間防禦是不是 自己防禦 現在什麼狀況 我要點哪裡啊 我可以射弓箭耶 好特別喔 可以擋 如果他旁邊射弓箭 欸 在算那一瞬間是不是 等一下喔 不是啊 喔 要先按啊 先按就對了 狂按中間就對了 好像戰神喔 就是有些特殊按鍵 剛一開始就一個特殊按鍵 那他是怎麼樣 往前滑 好可怕 反正就是按鍵 那邊做啊 鬼路啊 明明是偷射 這好像弓箭兵了 這讓我回想到以前 三國五孫時代的時候 那個弓箭兵真的很賤 就在後面偷射 然後三國五孫二的時候啊 你必須先 嗚呦 好血腥喔 斷頭 必須先那個 先兵線 先叫那個射手 我看一下喔 現在他的 這個遊戲玩起來蠻特別的 就是要一直按 按按鍵 他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那個 呃 就是怎麼講 方向鍵的按鈕 下面也可以按 所以這到底要怎麼辦 他應該只要我按兩側的按鍵 喔喔喔喔喔 看我是怪物是不是 好怪物喔 破甲 應該破甲招 喔喔喔 帥耶 盾牌耶 唉呦 超死我 哇靠那高雅 用他的距板那樣盾 螢幕而已 看一下喔 現在比較習慣 他的玩法 因為一般的玩法 可能就會 就是左邊會是那個 上下左邊按按鍵 右邊就是功能按鍵 好我們看一下他的故事出來了 這種遊戲他的那個場景也做得很漂亮 間諜 雪星戰鬥 好我直接把他跳過了 今天來看一下他的遊戲界面是比較北歐風的感覺 就是有城堡的 好現在到主畫面了嗎 他是遊戲劇情的 背叛者 哇他遊戲技巧很多耶 所以這款也是可以玩蠻久的遊戲 目前看來也是可以玩很久的 因為他的內容很多 不是一款小遊戲 也是一款 呃 算是一款 看一下喔 他這個卡片耶 卡片是代表什麼 現在不確定 城堡耶 沒有畫面讓我想到四季帝國 四季帝國就有很多不同種族 然後跟那個 不同 對不同國家 然後會有城堡什麼的 來了 我現在是刺客是不是 穿這樣 看很奇怪的是 這個 人物啊 他沒辦法 我只有在往左邊走 往右邊走之類的 我現在只能是點選這個 他有點算拍米的 就可以打左邊右邊的角色 像我現在打右邊打左邊 就是按右邊畫面跟左邊畫面 我不能夠走來走去 就是譬如說 呃 就是像一般遊戲是可以走來走去 就是不行 你現在就是他只會去追擊擊的 上面擋到 握個射攻劍喔 走 剁夾 哇 自己身上還帶小錘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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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像一鍵到齒 就是應該同一個按鍵 下一個是啟 我知道剛剛好像可以按住 為什麼 我會打按號是不是 下一個應該也是關卡式的遊戲 就是 關一關的 然後會有遊戲劇情 剛開始呢他就是讓我們先體驗一下他的遊玩方式 所以還沒辦法讓我們自由自在的去控制他的介面 目前玩我還是不太習慣他的玩法 到時候玩的時候就知道 因為他的按鍵跟一般想像不太一樣 好我現在是可以升級 喔他是用卡牌在升級武器的 所以拿到一樣武器就可以把它拿來融合 然後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加攻擊力的 全身上下一大大的裝備 剛好像有交一招按鍵就是按住 我們來試一下吧 我先試一下到底怎麼玩 對按住以後可以 蓄氣攻擊 下次就沒有蓄氣攻擊 按住的話就有蓄氣攻擊 我懂意思了 右邊是弓 左邊是盾 所以說畫面右邊的話是 弓箭跟那個刀的揮法 左邊的話是用盾牌 所以你要防禦的話就按左邊按鍵 我試一下是不是 對我就是一邊控制一隻手 像這是我用按左鍵控制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螢幕有出現的按鍵 就是我按的按鍵 有沒有擋住了 所以他就是控制兩側 我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讓你生利其境 就是有點像是你就是這個角色 你右邊控制右邊嘛 右手砍嘛 左邊就是盾牌在擋 好,那應該是要中間 OK啦,這樣我就知道 然後他自動追擊敵人了 然後如果你按住的話 攻擊力會比較強一點 他會有蓄氣攻擊 如果敵人要攻擊 你就是按盾牌這個按鍵就對了 我不能試試這樣子 哇,直接斷頭耶 這很美式 贏了以後都要敲,敲鑼打鼓一下 就跟熊贏了一樣 哇,要壓得到贏了嗎 拿到好多東西喔 這是增加 全部都要增加了 攻擊力跟防禦力 斬擊3了 這玩起來真的很特別 他的操控方式跟一般遊戲完全不一樣 反正就是你的螢幕右半邊控制的是右手 螢幕左半邊控制的是左手 如果你要防禦就是這樣左手就對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角色呢 看起來很像是Snape的藏法 看起來很狂野耶 不太像是好人耶 看起來很狂野 看一下這隻盾牌 可以換 這個攻擊力比較強 換這個 攻擊力 然後介面有什麼 社交 排行榜 排行榜的部分可能就是 如果你有好友的話 或者是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排名 哇,這是國外的 還是連線的 還可以創聯盟 現在不確定要創聯盟可以做什麼 如果說大家想要看他更詳細的內容 或者是玩法 我猜 我猜巴哈應該現在應該有了 像有聯盟 所以我現在不知道他聯盟是什麼 因為主要我今天試玩的話 就是玩基礎的遊戲界面跟人物角色 所以他怎麼設定 所以說大家如果想看攻略的話呢 可以到巴哈去找一下 拿到卡片 然後其他人物卡片要幹嘛 合成造具 哇,是什麼 英雄惡魔神明 完全看不懂 護甲痕 哇,好多喔 目前我穿的東西 就是我有了卡片 第二章 第二章 進度一戰役 第二章還不能開 有個賽事 賽事是活動嗎 我們來試試看是什麼 賽事不知道是什麼 這會不會有跟人家PK 我也不曉得 因為他現在玩法的方式蠻特別的 你看敵人揮照 就像左鍵 這是什麼殭屍人 他身上動箭 x5 超小的 超小的 扯騎我 x4 這是考驗防衍力的 因為如果不然有要凱你 你必須趕快按防禦檔 哇,這裡有量 好像只要過角 只要你看有人準備出招就趕快防禦鍵就對了 他就可以把防禦擋掉 可是好像還是會選點血 對還是會選點血 可是選的血一定會比說直接中招還很少 哇好厲害 從後面可以知道你要打 其實跟電影很像 電影是很多人都知道說 敵人從後面要來 哇 完全是全方位的那個攻擊 這玩法真的很特別 看我被偷射弓箭 射我!射我!你給我過來! 蛤?射弓箭耶 我剛才直接衝擊 打在弓箭兵耶 鎖定可不可以換? 可是他不能換鎖定人物了 他說我死掉了耶 好這邊應該是一個模式 他的人物看起來好像打不完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我就死掉了 他剛剛是寫時間的 所以他可能是個模式 然後卡牌就代表就是 就有點像是你拿幾星 就會拿很高 好!那我們再玩一下 他的原本的 這也是目前玩 好!我們現在看到他的戰役 應該就是他的遊戲章節 好!好多喔! 到後面寫寫 你看起來超難的 好!我們再打一場 來體驗一下他的那個感覺 後面感覺上會有很多不同的劇情 跟很多不同的角色會出現 他也是蠻重劇情的遊戲 這是超特別的操控方式 你們到時候一定要體驗一下 就是那個感覺很特別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玩過這樣的操作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玩過這樣的操作 哇!帥! 看那個西瓜飛出去了 很適合考驗反應力 很廢 那操作的感覺真的很爽 就是那種 欸!以前玩什麼遊戲啊 好像有在隔擋的東西 我看一下 喔!有! 之前要玩三國無雙一個叫周泰的 他就有隔擋技 隔擋技蠻帥的 哇!他們火燒起來了 有點火箭對不對 哇!而且我現在冒火 有點黃紅的耶 他砍了會變黃紅的 哇!這超超帥的 我超喜歡他 他連續重新衝刺 然後射弓箭超帥 來啊!過來! 都來都來! 全部都來! 哇!還有打擊感喔! 這樣感覺還有打擊感 速度快的時候感覺 心情很好 起來啊!你起來! 起來! 想偷襲我! 剩你一隻了 打爆你的頭 打贏就是要敲一下 所以我打贏了 這很像以前玩一個就是 競技場鬥士的遊戲 他還是贏了以後就會大叫 或是敲盾牌啊 就有點像是主張自己的勝利的感覺 我還記得是有款 競技場的格鬥遊戲 他也是要一直鎖 那款就是很需要格檔 格檔超重要的 因為格檔的話 你能夠把敵人的招式打回去 那時候打到好後面的關卡 玩超久的 然後一直把鬥士練得超強 所以我已經忘記名字到什麼了 喔!所以拿到好一點的武器了 喔!三星的裝備 我們來裝一下三星的裝備吧 哇!防禦加233欸 超多的啦 然後現在有拿到 喔!可以升級 反正另外一卡加進來 可以加進來 OK!反正龍河 你沒有穿的裝備就對了 等一下 剛剛是有拿到盾牌 呃!四點 升級 然後我剛好拿到 就是有兩件比較弱的 龍河 加多少 233欸!有沒有加 錯看錯了 好! 我們再玩最後一次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啦 大家也可以玩玩看 他的那個玩起來特別 超特別的 這款遊戲呢 他就是比較歐式 欸!美式的風格 然後覆制背景不要吞 北歐風那種 就是古代的 中古戰役那種感覺 哇!感激感很棒啊 特別是防禦 防禦的時候很爽 我看那個所有的中間 其實最重要就是 按中間那樣 感覺夠長 比較麻煩 這就是你加幾個遊戲的感覺 這就是 一家幾個遊戲 那邊就是 氣力 氣力的感覺 無緣 起動 喔! 彼哥很 彼哥很 external喔 彼哥好遠啊 直接打一圈 打了圈 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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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啊 哦哦你站起來呢 你是不是站起來呢 你是不是站起來呢 你是不是很麻煩 想要講是不是 想要講 好遠 而且那隻有一個說 就是 怎麼會有那種 很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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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outdoor 有 好 一下 一下 下 擋 一下 好 一下 一下 下 這套超帥的 我超喜歡那種連射 可以連射才可以用劍 一般你做得到嗎 好,這款遊戲我覺得非常好玩 這是一款我喜歡玩的遊戲類型 就是比較格鬥的 然後都傳官的 它內容不會很複雜 然後就是一關一關這樣打下去 會有遊戲章節 好,大家如果喜歡玩這款遊戲的朋友呢 可以在下面的連結去點擊 然後直接下載來玩 然後如果喜歡這個遊戲影片的朋友們 可以按個喜歡 然後如果想持續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就按個訂閱 這樣我會隨時提供新的遊戲資訊 然後我的遊戲清單裡面都有很多不同遊戲的分類 大家可以下去看遊戲清單的分類 好,那我們今天這款遊戲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這個影片 那我們下個遊戲見囉,掰掰